杏仁营种于暖二代地区,它的营养价值很高,而杏仁研磨成粉厚的的营养则更容易被为肠道消化吸收。 杏仁含有丰富的大肚宝和脂肪酸,有益于心脏健康。 此外,杏仁中含有维生素液的炭氧化物质,更是预防果枣衰老的灵丹妙药。 那么,吃杏仁粉具体都有哪些好处呢? 实际上,吃杏仁粉具体都有一项好处。 一,减肥,很多人用结石控制它里的摄入量,每天只吃一些低脂食物。 这种方法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受伸,但反弹的机会非常大。 而反弹后,体重将超过原有减轻幅度,杏仁粉不含善食纤维和维生素B2。 它不仅能够为我们人体提供充分的消脂、燃脂、吸脂成分,还能平衡身体所需的营养,有一定减肥效果。 最重要的是,吃杏仁减肥的反弹情况相较于传统结石,要少得多。 二,只可煮消化。 杏仁具有正可、抗炎、煮消化的多种优点。 杏仁粉中含有大量虎杏仁肝,虎杏仁肝可以被肠胃生物,或杏仁霉的霉水碱。 它产生的微量的甲犬和氢禽酸,对我们身体的呼吸中数据有抑制作用。 这种特性可以帮助打倒这个作用。 杏仁分在消化系统中,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杏仁为苦可以下气,而且含有较高的脂肪油。 脂肪油可以改善我们的肠内容固,并防止粘膜的润滑,从而有效地帮助我们的胃肠加速食物消化。 当然,经常挑食的人可以吃些杏仁粉来帮助调移胃肠功能恢复平衡状态。 三,冷肠排便。 根据中印书记载,杏仁具有冷肠通腑的作用。 使用杏仁粉不仅具有通便作用,而且具有滋养作用。 杏仁粉可以有效地帮助消化,缓解便秘的症状。 四,补充植物蛋白。 植物蛋白对人体健康具有独特的作用,它不但不含对人体有害的一些胆固醇,反而可以为我们的机体提供较多的维生素硬和膳食纤维的健康成分。 杏仁粉中又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。 通过杏仁粉来补充优质植物蛋白,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。 杏仁粉是杏仁的加工产品,和其他杏仁制品一样,它的成分是杏仁。 一种食物舍得越多,即使它更有益,也会给身体带来不良副作用。 因此,杏仁粉具有杏仁的所有副作用。 在服用杏仁粉的同时,一定要注意不能过量,否则会给身体带来不良的副作用,得不偿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